嘿,大家好,我是F-Night,可以叫我Amo或Emo 那今天要來講一下錄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是瑪莉亞活動可以農到的角色 所以它其實是一星角 然後可以透過農活動去生它的星數 大家可能會很在意說要不要吃體力去農活動 然後為了錄這個角色的星數 所以我在這邊稍微介紹一下這個角色吧 首先先來講一下角色的技能 UB是範圍的魔傷 那眼睛越多的話就會越痛 那關於眼睛的話,眼睛是一技喔 那一技呢,是召喚一個眼睛 如果受到攻擊的話,眼睛就會逃走一個 然後同時會造成傷害 那上限是五隻眼睛這樣 那有一點要注意的是說 它眼睛並不是召喚物 而是跟在角色頭上的一個類似Token之類的東西吧 如果你有在玩桌遊的話,應該會知道Token這個詞 所以它只是標示在角色上方而已 它並不是一個單位 也就是說鹿本身受到傷害的時候 它會逃走一個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啦 那所以說是不會送TP啦 對,不會送TP 那上限是五隻 2技呢,是單體的魔傷 那這個單體魔傷其實傷害算高 喔,傷害算蠻高的 可是 呃,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會再提到 然後EX跟EXPLUS都是加魔攻 為了怕有些人不知道EXPLUS是升五星之後 會增加的一個技能 這樣子,EX就會變成EXPLUS這樣 好,那... 來講一下這個角色是做什麼用的吧 鹿這個角色,老實講 它有一個非常大的尷尬點喔 非常大的尷尬點 那尷尬的點在於說 它的動作速度太慢了 對,它動作速度太慢了 雖然它是四動一循環 也就是說,進循環之後 它四動就會各放一次技能 包括說傷害其實蠻高的2技 然後還有1技的召喚眼睛 其實,呃,速度很快 然後再來說,它如果身上有五個眼睛的情況下呢 它的UB的傷害其實會來到 可能跟伊莉亞差不多的程度這樣 所以它的UB的範圍魔傷是有一定的傷害量 傷害量還不錯 然後再加上說 它有這個單體的魔傷傷害量也蠻高的 可是它最大的問題是在於說 它的動作速度太慢了 它1技的召喚眼睛跟2技的這個單體魔攻的速度都非常的慢 就是整體的拖累了這個角色的動作啦 具體來說 嗯...狗拳做10動的時候 它可能才6、7...它可能才7動吧 這樣子的這種感覺啦 所以說它的動作速度算非常慢 然後這也影響到說 它的...招式放的次數少 然後UB的次數也慢 對,因為它是法師型的角色嘛 所以說它的裝備跟其他的法師 就是比TP上升的數值不會差太多 但是因為它動作慢的原因喔 因為它是要被攻擊或者是攻擊別人的時候才會去增加這個TP嘛 所以說它的攻擊速度慢也導致它的TP上升的速度比較慢 然後UB的速度也就比較慢 所以說像這樣子範圍魔傷的角色 一般來說都會是PVP 可能會出場 但是呢...呃... 在PVP中它的動作真的是太慢 它UB的速度真的是太慢了 所以...可能...都已經...要打完了 然後...你才要放UB 所以...呃...在PVP的話... 不是非常的好用啦 那在PVP使用還有第二個問題是它要暖機喔 就是...它要召喚眼睛啊 眼睛召喚的數量夠多的時候 它的UB的傷害才會起來 所以說... 這點也是非常麻煩的 而且如果被打的話眼睛還會跑掉 所以說...就是...呃...在這個方面 這幾個點 導致鹿這個角色有一點花瓶的感覺啊 就是裝飾性啦 那當然聯盟戰跟其他地方就不用多提了啦 這種範圍的魔傷 光看技能組... 嗯...其實出場率就不怎麼樣啦 就是一隻裝飾性的角色 大家有拿到 然後收藏就好了好不好 所以說... 火動的部分的話... 應該就是把前面四箱抽一抽 就是把女神秘石石頭先拿一拿 就好啦 看看劇情這個樣子 所以...這一次的活動是可以蠻輕鬆度過的啦 因為鹿這個角色老是這樣...拿到就好啦 就是拿到做個收藏 我是不建議去...呃...去練這一隻角色啦 那就...總之就是這樣啦 那...角色介紹的部分就差不多到這邊 謝謝各位